哈喽你好,欢迎收听圆满新世界 我是Miro,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绽放欢喜愿力 拥抱自在幸福 在有限中创造无限 优雅圆梦,浪漫重生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大家今天好吗?我是Miro 在这个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 关于失隐历法则、显化圆梦 活出自在喜悦、驾驭人生使命等等的资讯 因为,实现梦想不用狼狈不堪 如果你想要用轻松优雅的方式前进 那就欢迎锁定我的节目啰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在工作上,不管我们从事哪一行 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做好那个行业所需要的技能 如果没有出色的音乐才能 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老师 如果没有好好造就机械方面的技能 就很难在机械领域获得杰出的成就 如果不具有机制与商业头脑 那就很难在商业竞争中胜出了 但是,即使你拥有特定行业所需要的技能与知识 这也不代表你就一定能够成功致富 世界上呢,有很多的音乐家虽然拥有超凡的音乐才能 却仍然一平如行 也有很多铁匠木工啊 虽然拥有高超精炼的技术 却仍然也没能致富 那也是有很多的商人 虽然拥有杰出的人际沟通能力 但是却依然经商失败 这是因为啊 各种不同的技能知识 其实都只是工具而已 拥有好的工具虽然很重要 但是能不能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工具 也一样非常重要 这就像是有的人只需要一把蜂蜜的锯子 一只取齿和一把好的袍子 就能做出美观的家具 而如果让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工具 做出同样的家具 却可能愁到无法入眼 这是因为这个人会不懂得用正确的方式 来使用这些精良的工具 那就算工具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它会有一个它突破不了的上限 而这个上限呢就是它的心灵 那同样的道理 你的心灵所具备的各种功能就是你的工具 你必须用这些工具去做那些让你能够致富的事情 因此 如果你已经具备某些心灵工具 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需要这种工具的行业 你就会更容易成功 因为通常如果你从事的行业需要的技能 就是你最强的那个技能对吧 就感觉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 那么你在这个行业一定会如鱼得水 但是啊 我们不应该就这么认为自己能从事的行业 会受限于我们的天赋能力 事实上 不管从事任何行业都可以致富 因为就算你目前没有某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才能 你还是可以立刻开始去培养啊 这表示呢 你需要做的是 你要一边去制作工具 也要一边继续前进 而不是光靠某些与生俱来的现成工具来行事而已 虽然 从事那些你有天赋的行业啊 确实比较容易成功 但是你也可以在其他任何一种行业成功的 因为你可以将各种基础的才能做进一步的发展 而其实不论哪一种才能 你都具有基本的能力 单单就所需要付出的心力这个角度来说嘛 去做最适合你的事情 当然就会最容易致富啦 但是啊 如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致富 那么成功致富的时候 将可以获得更大的满足感 因为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才算是真正的人生 如果我们总是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那其实是在过别人的人生吧 因为被迫啊 有一方在强迫你按照他们的方式嘛 那其实 那就是在过着他们的人生呢 那这样是永远无法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也将会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而我们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是的 你绝对可以 只要每当你心里浮现 想要去做某一件事的渴望时 那就表示 你内在潜藏着 可以做到那件事的能力 因为渴望 就是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 当一个人的体内 有演奏音乐的能力 又希望能够有表现 与成长的机会时 就会产生演奏音乐的渴望 同样的道理 当一个人有机械的天分 又寻求能够有表现与成长的机会时 就会产生发明新的机械设备的渴望 对吧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到某件事情的能力 他就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 这样他无法展现自己 因为每一个生命灵魂的本能 都会是想要成长以及绽放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强烈的想要去做某件事 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具有做到这件事的能力 而且这个能力还相当的强大 而他所需要的 就只是以正确的方式去造就 以及运用这个能力而已 所以当选择行业的时候 如果其他条件都是相同的 那么你要做的事 就是选择一个最能够发挥自己天赋才能的行业 如果你强烈的渴望要做某个行业 那么就应该以那个行业为你的终极目标 你是绝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过自己的人生 达到完整的满足 所以一定要挑选最适合自己 最能够令自己喜悦的工作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 没有人有权利去逼你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而除非是为了让你以后能做想做的工作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 也就是 好吧 那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一个跳板 要不然你也不该去做那个工作 等于就是你所做的每个事情的目的以及动力呢 都应该是要为了将来能够去满足你 可以做你以后想做的事 这才能够帮助你的生命成长 如果因为过去的错误 导致你进入了自己不喜欢的行业或工作环境之中 那么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是你从错误中做的学习啊 你要去体会到你自己不喜欢这个 那你才会学识到 什么才是你真正喜欢的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道理在是 很多我们去经历过的不喜欢痛苦的事情 都是为了让我们去学习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而因为经历了那个痛苦 你反而可以放下那些幻象 因为有时候人们会以为 我为什么没有那样东西 我有的话一定会很开心 可是等到你真正得到了 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怎样 而且我还觉得痛苦呢 在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放下那个幻象 等到你真的脱离了那个环境到了下一个阶段 你就再也不会被那个幻象给动摇 所以其实那个幻象的错误学习是必须发生的 这样等到那天你放下了 新的机会就会来了 而新的机会呢 就会一直陪伴你 因为如果你心里面还记挂着 那个不适合你的机会 你幻想着那个可能更好 那么很容易就会去破坏 那个真正适合你的 因为能量会混乱嘛 所以我觉得许多痛苦的经验呢 都是一种祝福 能够让我们在最后的幸福的生活中 可以过得更稳定 安稳 安心放心 所以呢 只要你能够了解 目前的工作将会帮助 你在未来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眼前的工作呢 也就能变成让你喜悦的事了 因为这都是过程啊 也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要去相信这个过程 相信这个安排 全力以赴 全心全意 过好每一天 所以表示呢 如果你觉得目前的工作并不适合你 请先不要急着换工作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要转换行业或工作环境 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先让自己成长 因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如果已经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 仍然认为是一个好机会 那就不要害怕立刻做彻底的改变 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要去听从自己的声音 因为这个状况是很难判断的 毕竟每一个人的喜好 以及成长环境 人生经验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 没有绝对对或错的答案 那你就只能真的是要问自己 那怎么问呢 怎么听自己的声音呢 就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啊 如果你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 你依然全心全意的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那就不要害怕 请抱着信心立刻做出彻底的改变 但是 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丝犹豫 无法确定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明智的时候呢 那就不要仓促形式贸然行动 尤其我觉得最实用的呢 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 因为身体真的是最诚实的 当你心里有任何一点点犹豫怀疑的时候呢 你其实会有压力出现的 而且你会发现 你的肩颈啊 就会突然间变得超级无理睛 尤其是这些地方我觉得超准的 而有些人可能会头痛 有些人可能是胃会抽筋 就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但是一定呢 会有一些你会发现 你会反复出现的反应 就是在你的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 没错 这就是一个去判断你的负面情绪 是不是冒出来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这可能是负面的信念在干扰你 但是如果那件事情 让你产生的这个恐惧 就算那个是好的机会呢 你其实也最好不要贸然形式冲动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里的那个负面念头还没有清楚干净 就算你立刻去拿下那个新的机会 这个机会呢 依然会被你的负面念头给破坏的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重复循环的模式当中 也就是你会一直觉得 啊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其实没这么好 我又觉得不太喜欢了 不然来试试看其他机会吧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一直换工作的原因 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内在垃圾没有清楚 所以最根本的根源呢 还是要先管理自己 请关注在自己的身上 调整自己的内在 而且要知道 在创造性的世界中呢 是永远不会缺少机会的 所以你永远不必操之过急 你只要知道自己的内在状况没有调整好 贸然的去拿下其他机会呢 都只是又重新开始另一个麻烦而已 而尤其是当你摆脱竞争性的思维之后呢 你就会了解 根本不需要贸然行事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争夺你想做的事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啊 最独特的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那个独特的位置 是无法取代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挥所长 做自己热爱的事 展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又享受自己做的事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样的 除非你就是做得像机器人的工作 谁都可以取代啊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 最能够发展自身价值的事 而且你一定也会享受去 绽放你自身的价值 就算是今天你看中一个工作机会的职位 被别人截足先登先拿走了 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不久之后就会有另一个更适合你的职位出现 你永远都会有充裕的时间准备 该是你的就一定会是你的 所以每当你心里有丝毫的怀疑的时候呢 请一定要停下脚步 保持耐心 好好的检视自己的内心 回头好好冥想你的愿景 提升你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心里有所怀疑 觉得犹疑不定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请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培养感谢的心情 这是一个马上可以调整你内心频率的强大力量 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去冥想你想要东西的画面 就算一周花个一两天时间也好 并且为已经得到那些东西而表达称制的感谢 那说到冥想呢 我的频道有一个叫做西瓦心灵圆梦树 你可以去那边试试看 它就是帮你运用所谓的心灵萤幕去观想你想要的未来 取代掉你现在这个想要放在过去的画面 非常的实用 很建议你可以做做看哦 那么你的心灵跟那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存在体的关系 就会更亲近 这样的话呢 当你采取行动时就绝对不会有任何差错 因为宇宙接收你的讯息会非常的清楚啊 而你接受来自宇宙的灵感呢 也会非常明确 那你就会采取对的行动 而宇宙中就是有那个全知全能的智慧体存在吗 如果你也能对它献上最深的感谢 那么你就可以透过信心 以及提升生命的决心 与它和谐的成为一体 完美共振 内刻就是吸引力法则 会全能运作全效发挥的时刻 而其实啊 人为什么会犯错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会怕来不及 操之过急仓促行事没有耐心 第二个呢 是因为在充满恐惧与怀疑的情绪之下在做事情 就很容易出错 因为完全是负面思考啊 那第三呢 是因为忘了那个纯正的动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愿力 那个就是要使全体的生命得以完整 而且不会有丝毫损失剥夺的念头 你要求的是整体哦 包含你自己生命完整 别人生命完整 以及宇宙的生命一起完整 那只要你依照这个法则去做 来到你面前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而你也必须继续维持坚定的信念 你决心 并且继续透过诚挚 真诚的感谢 与宇宙中那个至高无上的智慧体 保持紧密的联系 做他的好朋友 谁每天都要以最完美的方式 做好当天能做到的所有事情 且在行事的时候呢 不疾不徐 优雅放松 不担心也不恐惧 也请尽可能加快你的脚步 但是不要让自己忙乱 也就是我说的狼狈不堪 真正在创造过程中的时候呢 一定是轻轻松松的 因为你在按照宇宙帮你安排的过程顺流 通常只要感觉到逆流需要很费力抗争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不是在对的道路上 而这些混乱痛苦呢 第一是要把你推回到你应该去的正轨 而第二呢就是刚刚说的 它是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 让你更深刻的知道什么是你不想要的 所以当有混乱痛苦出现的时候呢 不要急着想逃跑或者是发泄情绪生气 应该要告诉自己 请给自己两个想法 第一就是知道呢 自己在一个不太顺流的轨道上 所以要改变方向 但是在改变方向之前呢 请先好好看你在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 哪边可能做错了 以及什么部分你不喜欢 那么你就会知道呢 在新的轨道上呢 你就不会去挑选这些你不喜欢的元素 并且去想想在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呢 有没有什么是美好的一面你看到的 找到任何一件小事情都好 然后去感恩 那就会变成你没有在抵抗抗拒 挣扎在这个痛苦中 因为当你有抗拒挣扎的那个情绪的时候呢 你会去抓着这个经验不放 你反而离不开这个轨道 但当你去感恩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放下了 而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平静和谐 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所以请记得哦 忙乱的时候呢 你就不是一个在进行创造的人 而是会变成一个与人竞争的人 因为你在担心时间在流失嘛 被时间追着跑 而且你会担心 赶不上别人的进度 就算你不是要竞争资源 你也是在竞争时间跟进度 那这样的忙乱会很容易让我们落入原来的竞争思维中 所以呢 每当你发现自己有些忙乱的时候呢 请让自己暂时停下工作 去做一些转移你注意力的是 你喝一杯咖啡 看本书 听个音乐都好 把那个忙乱的那个工厂机器运作给稍稍缓下来 就是煞车啦 然后改变一下自己的能量氛围 提高自己的意识频率 然后呢 调整好这个频率之后呢 才能开始进行吸引理法则的显化过程 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想要东西的心灵图像上 并为了你已经获得这些东西而表示感恩 而这是真的 这个感恩感谢的练习 真的就是加强信心 恢复决心的万灵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最后不要忘咯 感恩是最强大的显化力量之一嘛 让你轻松驾驭吸引力法则 那我摘录了朗达拜恩这本畅销魔法书的精华 绘整成一本28天感恩奇迹魔法练习手册 方便大家练习 欢迎在下方连结免费下载哦 那感恩你收听圆满新世界 我祝福你 心想事成 自在欢喜 轻松致富 拥有好运不断的人生 那我们下次见啰 很多肉 就 有好运不断的人生 不是 我 我 有好运不想 您 然后